電腦王阿達 大家好 我是電腦王阿達 說起機器人大家會想到什麼 是可愛的Doraemon 還是魔鬼終結者裡面的T800 我們講比較近一點的 可能就是像波士頓動力 會走會跳會跑酷的那種人型機器人 不過除了那隻人型機器人以外 其實波士頓動力另外一個 非常為人所知的產品線 就是SPA機械狗 它也可以跳舞 它也可以開門 它也可以搬東西 但是那隻價格是要200多萬台幣 非常非常的貴 如果說要便宜一點的機械狗的話 大概就是像小米的鐵彈那一種 但是台灣又沒有賣 如果一般人想要體驗高科技的機械狗 有沒有其他的選擇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為大家介紹這台 Unitree Go1 Pro 它應該是目前市面上 相對來說價格比較不離譜 它到底能夠做什麼呢 那接下來阿達就為大家 開箱實測來試試看 那這隻Go1 Pro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個非常大 而且實用的一個細心箱 它裡面就是把我們這隻狗的所有配件 都放在裡面 但是你出門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用這些配件全帶 我們先來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Go1 Pro的本體 那這一個呢 就是它的充電的變壓器 那另外這一條 就是它的充電線 那它還有三種遙控器 第一個是這種 直接控制開關的 那另外一個呢 是這種 標籤式的遙控器 那第三個呢 就是這種 有點像啊 手機外接的搖桿的一個控制器 這三種控制器 都能控制Go1 那另外這一個呢 就是它的充電底座 它這邊有防帶的設計 所以原則上 你只要接上去 然後充電就好了 也不怕充錯 好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狗 提出來給大家看 這整項其實還蠻重的 它重量接近16公斤 那接下來我們就準備開機 那在開機之前 有一些注意事項 先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啊 你這樣拿出來 是它的一個收納的姿勢 但是你要啟動之前呢 它是要先擺成另外一個 準備開機的動作 不然它可能會站不穩 它開機很簡單啊 在它機身的左側這邊 有一塊電池 那電池上面就有電源開關 我們只要先短按 那是長按一下 不放 它閃一下之後呢 大概靜置一分鐘 它就會自己站起來 首先來介紹一下它的外觀 在設計上 跟傳統的機械狗差不多 但是呢 它有一個模擬頭部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比較可愛一點 在它的機身四周 總共有五足感應器 然後有三顆專用處理器 總共有12顆電機 分別是小腿、大腿 跟機身的電機 它最高的奔跑速度 可以到每秒3.5公尺 好 接下來我們進行控制 那剛剛阿達有講過 它總共有三種控制 第一個就是這種 它只有單純的開關機 那這個我們就不講 那第二個這個是標籤控制器 它除了本身帶搖桿以外 還可以跟隨 那我們等一下也試給大家看 那首先呢 我為大家講這個 像手機一樣的一個控制器 它這裡一樣可以拉開 那內側呢 長有兩個搖桿 是可以直接把它拿出來 安裝在手把上的 那接下來呢 在它下一方這裡 一樣有電源開關 也是一樣短按、長按 低一聲它就開啟 那開啟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控制這隻狗 它的控制也相當簡單 跟我們平安時在玩遙控器車一樣 它可以前進 可以後退 然後可以左右橫移 都在左方的這個控制器裡面 那右邊的搖桿呢 就是可以讓它低頭抬頭 這邊就是它的基本操作 但是呢 它的所有按鍵 都是有作用的 那接下來呢 阿達就為大家 一一的簡單介紹 好首先呢 我們先讓它往前走 大家可以看 那這樣一般行走的速度 其實就已經相當快了 要讓它奔跑也很簡單 只要按搖桿L2 然後再按STAR 它就進入奔跑模式 好大家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是奔跑模式 它就會小舵步 L2加歪 會轉圈圈 另外它還會拜年 但是起來 拜年都是發財 可以用遙控器來做 另外呢 它還可以跳舞 而且舞蹈有兩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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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呢 它是一隻智慧狗 那大家看到這個把手 對不對 看那個樣子就知道說 它一定是能夠搭配手機使用 它可以用iPhone或Enjoy手機 裝它的App之後呢 就可以透過這隻狗上面的攝影機 去看到前方的物體 那我這邊只要點這個機器視覺 現在呢 我控制的那個手機上面就會有 這是狗的畫面 它預設值啊 前方 就是狗看到的那個畫面 那它的下面呢 是它的肚子 有另外一組感測器 那左右兩邊呢 也有兩個感測器 都是兩個攝影機 為什麼要兩個 就是像人眼有左右兩邊 但是它可以去分辨距離之類的 那在它的前方呢 還有一個超音波的感測器 是拿來做壁上的 大家可以看我這邊的畫面 就可以看到 我再往前進然後 但是這個距離不能太遠 因為它畫面傳輸是透過Wi-Fi 所以你太遠呢 它可能畫面它就會中斷 另外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手機畫面這邊 我可以點一下 來切換它的一個行走模式 所以它的操作啊 也會比一般 像用遙控器來得以直覺 好簡單一點 而且呢 你就算說沒有這個手柄 你只要有手機連上 左右兩邊也有虛應搖桿 也是可以暫時控制的 這個就是狗狗眼中的事件 那我們一樣 我們在這邊呢 就可以切換它的鏡頭 像這個下 我們就可以切換左或右邊的鏡頭 相當好玩 那另外呢 剛剛我們講的一些 特殊的動作啊 都可以在這裡 它一樣有舞蹈啊 拜年啊這些 是可以直接做操控的 另外呢 小的就是標籤遙控器 大家可以看到它非常小小 不像那個手把那麼大 但是呢 它一樣可以控制這些狗狗 它的方向是跟一般我們的認知不一樣 它是站著才是正面 這樣搬動它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真的跟一個遙控車一樣 這樣可以走路了 但是呢 它能控制的模式就相對比較少 這個遙控器它除了本身啊 它可以做簡單的方向控制以外 它可以做跟隨的動作 我們只要開啟它的一個跟隨模式 然後站在狗狗的身側 它就會跟著我們一起走 比如說慢跑啊 走操場的時候 都會有一隻機器狗跟著你走 相當的酷炫 接下來來玩這個跟隨模式 這個時候你先把遙控器別在身上 然後按兩下默的 它就可以跟著你走 其實有點就是像寵物一樣 不過老實講 我覺得它 跟的那個距離啊 有點忽遠忽近 對 然後呢 我剛剛在測試的時候 其實有被它撞到 齁 很痛耶 它是鐵做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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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做趣味大挑戰 讓大家看過那個 中國網紅的一個影片嘛 他讓機械狗去買咖啡 所以我是直接買了兩杯飲料 看看它能不能把飲料 送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那接下來我們先試看 看它會不會翻倒 還好還好 還好耶 乖 停 好 欸 成功耶 但是我有瘋魔啊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咖啡 好 現在我們把飲料換成咖啡 那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咖啡 他們能把它運送到我們目的地去 好 成功 這個咖啡還是要封著啊 那我覺得啊 中國網紅會失敗啊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走太快 你要讓它用跑的可能不穩 但是如果用個杯架 不要那麼快的速度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它還算穩 所以這次的測試算成功 看完剛剛阿達實測的Unitree Go One Pro機械狗的一個操作之後 相信大家對這隻狗目前的能耐 心裡有點底了啦 目前以它現在的功能來講 它比較大的性質是拿來玩樂 拿來炫耀 它並沒有讓你可以幻想更多的智慧功能 比如說幫你巡邏廠房啊那些啊 因為目前的機制 這種Wi-Fi在出土船 不過官方也承諾說啊 他們在明年的時候應該會去推出 相關的一些研發的套組 讓你去做更多的事情 比如說讓這隻狗去編程啊 老實說啊 我是對像波斯頓重力那種 人型機器人的未來相當的樂觀 並且抱有期望 畢竟現在是慢慢走入高齡社會嘛 我們對人型機器人的需求 會越來越高 所以啊我個人是覺得啊 如果要期望人型機器人的話 可能只能等待特斯拉的機器人 不過啊目前連走都走不穩 到上市我覺得還要五六年以上啊 如果它真的跟馬斯克所說的一樣 一台啊只要兩萬美金的話 那家家戶戶都有機器人幫庸 也不是夢 那以上呢 就是我對這隻Unitree機械口的 一個簡單的開箱分享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段開箱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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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